有人说 当一个知己离世了 意味着你的一个局部离开了 本想过了很多次在相聚时的样子 不料却天人永隔 当无数回忆涌上心头时 王维是如何悼念至交的呢 封雅吉带您走进王维 哭梦浩然 朋友们好 欢迎走进封雅吉 我是靖文 唐代诗人王维的诗 一项以典雅 内敛和充满禅剧著称 但有一首诗 他的感情似乎有些失控 读起来让人动容 这便是他为好友所作的晚歌 哭梦浩然 哭梦浩然 唐王维 故人不可见 汗水日东流 借问襄阳老 江山 空彩周 唐玄宗开元28年 王维升任殿中士御史 也是在这一年 他先后失去了 人生当中的两位置交 一位是张九龄 另一位就是孟浩然 孟浩然 孟浩然比王维大十岁 唐瑞宗永昌元年 出生于襄阳城 一个书香之家 隐生于襄阳 所以是称孟襄阳 这年冬天 王维以监察御史的身份 到岭南办公 要路过孟浩然的老家襄阳 不过 王昌龄却比王维先到一步 见到了孟浩然 孟浩然此时 已换庸居 就是一种化农性毒疮 郎中嘱咐他千万不可吃鱼 但是这老友相聚 少不了设宴款待 高兴过头的孟浩然 见到鲜鱼 不禁食欲大洞 忘乎所以 以至于并发而逝 等到王维兴冲冲地来到襄阳 孟浩然已经顾去多日了 此前 王维以惊悉张九龄去世 又遭孟浩然的突然病故 双重打击 让王维伤心欲碎 万千回忆涌上心头 他想起了十几年前 在长安大剑府寺里 与孟浩然的初次相遇 那一天 寺里绿树浓荫 花团锦簇 连夜甜甜 白鹤飞翔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人间仙境 王维与孟浩然不期而遇 一位玉树临风 一位仙姿飘飘 两人一见如故 富诗作画 相交甚欢 唐开元十六年 也就是公元七二八年 四十岁的孟浩然 在长安应世 不幸落地 第二年冬天 他决定返回襄阳 王维还作诗 送孟六归襄阳 为他送别 诗中 王维劝为他 放下俗世 安心归隐 济情山水 醉酒淫湿 可不想长安一别 再见 已是阴阳两隔 王维悲痛惋惜 写下了这首 《哭梦浩然》 故人不可见 汗水日东流 私人已逝 王维面对 襄阳城边 滚滚东流的汗水 感慨万千 桑麻农事 绿树青山 田家作客 把酒盐欢 都曾是孟浩然的喜爱 他曾许愿 带到重阳日 还来旧菊花 可惜 重阳的菊花还在 故人已不在了 王维心许低沉 问襄阳父老 是否还识得孟浩然的财民 因为孟浩然生前 重义轻财 知交满天下 可以称得上 是世人皆知孟襄阳 而如今没了孟襄阳 襄阳从此天荒地老 蔡州 也成了一座空城 这就是 借问襄阳老 江山空蔡州 王维在驿站 写就这首晚歌 襄阳他是一刻 也不愿停留了 当他行至影州 影州刺史百雁 为他践行 久席间 见王维闷闷不乐 刺史贪问原因 王维便把孟浩然 促然离世的消息 告诉他 并让刺史 看了《哭孟浩然》 这首诗 刺史也久闻 孟浩然大名 襄阳曾是蔡州辖境 刺史读到 江山空蔡州之句 意味 孟浩然一死 蔡州地界 也就空空荡荡了 被王维的真情所感染 于是 他恳请 诗中有话 画中有诗的王摩杰 画一幅孟浩然的肖像 以作留面 王维当即应允 提笔作画 一会儿 一幅生动逼真的 孟浩然画像 跃然眼前 把刺史和几位官员 看得目瞪口呆 刺史也当即提议 为了纪念 就将百雁的刺史亭 命名为浩然亭 后改叫孟亭 这就是王维悼念固有的故事 好 今天的风亚集 就和您聊到这儿 欢迎您关注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的视频点赞 在评论区和我们互动 感谢收看 我是静雯 再会 感谢观看